你不要看那個點數 就是一個技術因素看那個點數 我覺得當盈利向下行的時候 那個股市正路是應該向下行 你assume那個multiple 不要contract multiple contract就是 滾輸六珠搶兩頭縮 那是不是香港大陸樓市或者股市 都要好像日本一樣調整二十年 希望不用 我真的希望不用 你希望這樣 如果那個預測是否有這樣的機會 那機會存在的 如果你assume 香港的環球定位繼續diminish 中美之間的鬥爭是白熱化 或者不要說是白熱化 不減退 就是很簡單 美國人不妥理中國 他最容易入到你的是哪兩個位 台灣和香港 你要世界接鬼 台灣是你的痛點 香港是你的痛點 一定是這樣 你搞到新疆 不是吵吵閉 說我的棉花 吵吵了 新疆關係鬼事 你來不了 你的痛點 他一定是在這兩個位置教你 這樣變成 如果你見不到中美之間 有個resolution 有個比較long term的resolution 找不到一個common ground 現在似乎美國人想做的事情 就是說 有得談的我和你談 其他就是打 左手做朋友右手打架 可以這樣 但氣候我可以和你談 北韓不生性我可以和你談 譬如這些事情 政治上 經濟上 軍事上 科技上 他對你的封殺 是沒有鬆懈 我現在看到這個佈局就是這樣 香港不會好 因為氣候和北韓不關我的事 影響不到我 你就談 我們是比較悲良的 現在的處境 我們是比較悲良的 現在的處境 你年底還有四個月下 你剛才說那些人班上那些是小的警察 可能反彈 那未來這四個月過港 會是怎樣 我從年頭到現在 我都覺得是一個trading market 就是你去年插得三五 OK 抽上兩萬二 然後有譬如碧桂園等等 很多知道的壞消息 但就浮上面 你插回來這四千點 我彈兩千很正常 我首先看 就是我覺得市的反彈會持續 就是那個減刃花稅 認防不認態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一個助力 幫那個反彈造成一個助力 反彈之後怎樣呢 要看看那個經濟情況 我覺得是一個trading market 今年可能是18000 22000 18000 頂我我想見了 22000 我們是22000 18000是17000多的低位 那這四千點的range 那裏走 那現在你彈回一半 都很合理 我覺得 我們也算便宜 我想恆生指數九倍到現在 九倍trailing 那你都是近低位 即不是crisis level 六七倍那些 但你現在未是crisis level 即你不是滑坦車的環境 我覺得 即我很有信心 短期會有反彈 但this is not a recovery 這個肯定不是一個復甦 因為沒有條件復甦 我們 那我們的讀者都很關心 你一副都是那隻港交鎖 其實好像聽你這樣說 那個investment case已經不同了 是啊 我沒有走過 不是 我有走過 即是我去到560元的時候 怎會不走 你四個standard deviation above mean 當然走 你pricing blue sky 我又不知道波叔會加印花稅 跌得這麼高 但我估了很多 那落回來 三百元三百元邊 或者三百元以下 你不知多少 我買回來的 那你說 你說 我會不會淡到連港交鎖也沽了呢 在這秒鐘一定不會 因為仍然是一個獨市生意 香港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 中國的紐約 人民幣沒有自由兌換的環境 而且我始終相信 香港長遠的出路 和台灣區的融合 我們和深交鎖可以有很多事情 可以合作 可以談 因為那裏復原廣闊 有不同的企業 有科技 有銷閒 有旅遊 有製造等等 不只是香港金融地產 這些東西 變成 我可以發夢想 你港交鎖和深交鎖的合作 一個八千萬人的市場 都挺受勵的 可以 如果做到事 應該的 如果你是9加2的 應該是合作的 港交鎖作為香港的獨市生意 如果你要把我們的金融優勢 帶進去大陸 當然和深交鎖合作 我未至於 現在港交鎖大概 未到三十倍 三利息 四個半銀錢安排 大概三利息 我都可以的 它不是太貴 當然不是便宜 有多少便宜 獨市生意 我覺得可以接受 會有什麼信號出來 你會否再考慮增減前 有什麼因素 你說股票 港交鎖 港交鎖 港交鎖要市場復甦 要有明顯的政策改善 政治環境改變 那個IPO的動力 你幾樣衰 你上半年比印尼還衰 很明顯 已經很借 通常這麼借的時候 你不應該沽獨市生意 你可以沽其他東西 不應該沽獨市生意 其實很多東西 都是 beyond我們的 control 減印花稅 如果你在香港 跟大陸減印花稅 都是少因少為 我不會因為 花費低了 買多些股票 我覺得它升我才買 這個很明顯 會有點振奮 心情 但不會是我唯一 決定買股票的條件 現在要選股票買是困難的 我覺得是困難的 譬如分幾個行業 這樣說吧 傳統的銀行股 我覺得中能香港OK 0.8倍 訂購 有五里吃 OK 地產股長江OK 1113OK 因為第一 他現金多 去到貨 Landbank成本又低 股值也低 他兩子爺都過去 如果沒有記錯 兩三年都不斷增持 不信我OK 又是現金多 總之 你不是負到70% 債到喉嚨丁那一隻 另外另類些的股票 我也挺喜歡的 譬如那一隻City Telecom 183 獨市生意 就是澳門電信 獨市生意 現金流非常強勁 股值不貴 還有那個派息率高 或者3311 中國建築 OK 四倍PE 四倍ED 必得 又是高息 他現在做那些預製件 成本控制到 現金流正在改善 將來高息似乎可以持續 甚至派高一點給你 我覺得就OK 就是我 你聽我說那麼多 你會發覺我會很喜歡 一些Monopolistic的東西 就是市場話語權的 例如中銀 按揭市場 太坊市場 我和恆生平起平坐 廣交所 City Telecom 3311 這些很明顯 我覺得 是一個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這些東西比較穩陣 而且最重要是他派到息 他派到息 但是有其他 都是回到以前 剛才所說的 以前我在這些環境 我會買很多 3、4、7、3、2、3 現在還未敢置 不敢說一定不敢 但是還未敢置 那些方向股呢 其實爸爸是夠便宜的 夠便宜的 因為中國這件事 我覺得是夠便宜的 這些水位肯定不是沽它的水位 似乎 all the bad news is already history 這個也是事實 整改完之後 你看美團的數字都好很多 這些個別 明天看看小米 明天小米都應該OK的 EQ 但是你要記住 今天熱炒的 譬如電動車 你真的要很小心 為什麼呢 我不是看淡他們 我是看淡政治環境 很簡單 去年歐洲電動車入口 大陸的 supplier 即大陸的車佔了幾個百分比 今年雙倍上了 很快去搞你了 Import tax 要你來設廠 或者transfer technology 和日本人1980年代 Honda被迫 或者Toyota被迫到美國開廠 是一樣的 一個套路 你要賣給我沒問題 我夾你多些稅 你這麼便宜 現在香港到處都是 大陸賣12、3萬 香港來到加上100%稅26萬 他續航距離起跑了500km 多好 Tesla哪有運行 但是香港是大陸的一個城市 倫敦、巴黎不是 即它會搞你 今天你很有信心 大陸的電動車 其實兩個辦法 它有Asha電動車和Solar 你會預了 因為政治理由 它好像搞華為那樣搞你 即你要預了這件事 一定有一定的優惠 在你的理由 Tesla都已經在外資上 是的 它不是搞Tesla 它不搞Tesla 它是歡迎Tesla 它是一個樣板 它樣板告訴你 我歡迎你所有外資 你很快 你不記得了 它那個廠很快就已經 蓋好給它了 送田送地送工人 它是很Pro 外資投資 FDI跌嘛 中國 即是太多Bad Press 對中國 太多Bad Press 外資真是少了 也有些是搬去越南 那些避了關稅 如果你看香港 如果這個前景很差 有什麼解決方法 或者它現在又說 夜經濟 不知道又不說 香港 不像得 因為你看回 很多人賴 就說 上去深圳消費 九幾年都是 又不見香港不往 現在是民心變了 即人心變了 對那個前景 有reservation的時候 你不會花那麼多錢 即propensity to consume 是跌了 也因為你的debt servicing 那樣東西 是高了 你的息高了 你不要忘記 香港今天 household debt to GDP 是最高的了 歷史上 香港的household debt to GDP 我忘記了那個數 但是我記得 chart應該是 現在是最高 沒見過這麼高 有紀錄以來 那你household debt 這麼高的時候 你有錢 你會說 大哥 我份工又不太穩陣 很多人就說 失業率很低 你現在是兩萬元 請不到那個婆媳婦 但是 有些五十萬一個月的 銀行卡被人炒了 很多 那些是消費的人 那些是賣樓的人 所以變了 你要看segment 要看那個segment 香港年輕人 我覺得 你一定要北蒙 你香港養你不到 哪會養到你 因為都是那句說話 一個石頭養七百萬人 沒有水沒有資源 沒有食物沒有科技 以前行 因為你過河濕腳 拿著好處 那現在你 你現在 你假設過河濕腳 拿著好處 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美國是封殺你 那你一定要北蒙的 移民也是一個方法 你去西安國家 或者什麼 那很多人都走了